您好 我们现在做的是加入华文网会员 华文网的网址是 华语word.org 在这里 华语word.org 进去之后 我们就在画面上右手边 选择加入会员 申请会员它有两个重要步骤 第一个 你的email绝对不能申请过华文网账号 第二个 选择身份的时候 你一定要是个教师 要不然将来 你没有办法开教师部落格 你只能选课当学生 好 我们现在开始打 账号 我们要在这解释一下 将来这个账号 影响到你部落格的名称 不管大写小写都会有影响 好 那我们现在打一个名字 我是跟着我的email写 然后密码 它一定要是英文文字跟阿拉伯数字的组合 所以你既是数字也不能只是单纯的文字 密码的长度最少在6最多到15 好 不能超过也不能太好 总共有8个数字 好 确认码要再打一次 它现在在帮你看看那个是不是相符 好 它现在密码跟密码的确认相符之后 你才可以再打下一个 它以前都没有这个功能 这是现在新的很体贴的功能 就是说你不用错了再整个回来 好 那我打姓名 姓名就是我自己的名字 信箱 就要打刚刚的信箱 新的信箱 你不能用申请过的再来申请 它会让你不通过的 打完以后呢 你按一下旁边 它会帮你此信箱可用 那表示说你通过了 你可以再继续往下 那你的生日 日期就不要太计较了 除非以后你得了大奖 必须把这些资料 低调 你可以进去改 没有问题 性别 好 身份这是我们这里特别要讲的 你一定要选择教师 如果你选择是学生的话 你将来不能建立部落格 你只能选课 好 现在我们要写我们的服务学校 服务学校呢 如果你目前没有 我建议你用你自己city的名字 填下去就好 然后再来服务年资 你就不要动它 好 专长是唯一一个可以不要填的 因为它前面没有信号 所有的信号都一定要写 所在国家 我选择美国地址 好 联络电话 再下个人网页可以不填 然后愿意收到电子报吗 你愿意就填 愿意不愿意又写 不愿意 下一个呢 个人简介 可以先写 可以后写 没有关系 最重要是它的规范 你一定要follow 你如果不愿意follow 其实你就不用来这里 所以我通常就直接打勾 然后我们就按送出 好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说你的申请已经被送出 然后我们看后面 它说你注册成功 请到你的信箱 收取认证信 完成认证手续 好 所以我们要去 那个verify 我们的信箱了 到信箱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就看到 全球华文网 谢谢你注册华文网 那我们就点击进去 好 我现在就点击这里 点击进来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 叫什么东西呢 叫做验证成功 验证成功 那我必须把账号打进去 打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让它记住你的密码 下次你再进来就很方便 好 我们直接登入 这个呢 就是你第一次登入华文网的画面 这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申请部落格 那老师如果你要申请部落格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申请部落格的地方 你必须点击这里 点击它之后呢 它就会告诉你说 你的开课账号是什么 开课的教师是什么 部落格的名称是什么 部落格的名称 你要叫做什么 我的部落格名称 我就叫做牛刀小事好了 好 我就要按申请 这个时候你就有你的一个部落格 我们刚刚第一个申请的是华文网的账号 第二个 经由账号的verify 我们就进到我们自己 集华文网的账号里 在account里面去的时候 你才能申请部落格 那这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 你必须身份是为老师 接下来我们再慢慢回到部落格 来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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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